据台湾媒体报道 其实他在这个时候就是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他也指出对方非常敬业 即便感情戏非常多 在短时间大哭完就笑 孙丽也可以轻松驾驭 另外陈小还加码爆料 孙丽的力气非常大 其中一场对方崩溃必须吹打他 虽然已经预知对方要打自己 但是我没想到他那么用力 我就突然感觉到就像漫画一样 有一股气啊 从后背那儿就从胸前打过去 事实上陈小在片中有不少被孙丽暴打的戏份 过去孙丽曾在记者发布会上透露 其中一场戏中 对方整整挨了自己45个巴掌 而且还是一次连续挨了45下 另外还有一场 是他必须踢陈小的胸口 当时对方虽然带着护具 但可能因为我的就是腿弓比较好 然后一开机一激动 直接踢到脸上 把对方的脸都踢破皮了